黑暴分子在反修例期間犯下罪行的 遺避刑責迫於選擇著草 部份徵軍涉犯國安法 又是怕面對審訊,選擇走路 但是有些沒有犯法的 都要跟這個風向走,移民他方 又是為什麼? 原因就是兩個字 自由 黃人幻想將來在香港的生活會是沒有自由,失自由 所以一窩蜂地盲目移民 去追求他們自己心目中的自由 但是移民真的有自由嗎? 很多黃人選擇移民到英國 但是原來英國的治安比香港差得多 歐洲十大罪案率最高的城市 英國包辦其中四名 分別是Bletford, Coventry, Birmingham, Manchester 今年3月倫敦還發生了一宗恐怖的綁架兇殺案 當地人心惶惶 連人身安全都難保,出野街都擔驚受怕 大家會覺得自由嗎? 另一個香港人最愛的移民地點台灣 較早前就有一對移民夫婦 因為受住宅附近的工程影響 向有關部門申訴 結果呢?被當地官員怒敲 滾回香港,罵你們的政府 罵慣政府的香港人想在其他地方罵別人的政府 後果你可能承擔不起 香港是一個福地 現時身處香港,有什麼不自由 有什麼不便利 正常人為什麼要走? 看到外地擔驚受怕 被人罵的走路一群 我們不禁問一句 為什麼要選走? 最讓人找走過 是不像有關風 新的迷惑 ial RWM 在ible